前黎島區議員黃俊陽涉嫌透過《猜猜我是誰》電話騙案 在今年5月至6月期間 向9名受害的婆婆合共騙取97萬 他被控一項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罪 星期一被警方拘捕 案件星期四在觀塘法院提堂 控方申請押後案件去到9月28日再訊 裁判官批准 同時拒絕黃俊陽保釋 需要即時還押情教署 耐明后的暗装